美国吞掉了墨西哥多少土地 为什么墨西哥不反抗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编辑海风 大家知道墨西哥是个怎样的国家吗 面对美国的侵占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曾经远超我国的国家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 拉丁美洲西北端 是南美洲北美洲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 俗称路上桥梁 墨西哥北邻美国 南街威地马拉和伯利兹 东街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 西林太平洋和加利福尼亚湾 墨西哥是世界第15大经济体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 墨西哥便实施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策略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1990年 我国人均GDP仅为344美元 而墨西哥是我们的10倍 但经过20年的发展 我国已经完成了10倍的超越 墨西哥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 如今的墨西哥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 毒贩猖狂 黑社会横行 作为毒品销往美国的中转战 毒贩这一行业在墨西哥 具有极为丰厚的利润 这笔利润甚至能够支持 墨西哥武装起超过10万人的队伍 由此可见 这一行业在墨西哥的猖狂 第二 腐败严重 墨西哥是一个处处 展露出腐败的国家 所有服务人员和公职人员 都已经将所惠当作习惯 腐败也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 经济发展不前 墨西哥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但是数十年来 他们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只能成为美国背后的人力市场 为美国提供廉价劳动力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20年前我们的收入和现在的收入 如果20年经济停滞不前 你也不再涨工资 会是什么情况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国家的发展 失去信心 没有前进的动力 这就是墨西哥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墨西哥曾经有机会成为不属于我国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国之一 而如今美国的洛杉矶 旧金山 硅谷 拉斯维加斯 凤凰城 盐湖城 科罗拉多大峡谷 加州海滩等等 都是曾经墨西哥的领地 那么墨西哥是如何一步步将这些领土丢掉 并沦落到如今局面的呢 1821年 墨西哥刚刚脱离西班牙的殖民 此时的他们继承了西班牙时期的家底 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完全可以搭乘工业革命的快车 发家致富 然而墨西哥政府却陷入了政府内斗中 建国20多年 政变发生了200多起 总统就换了30多个 而隔壁的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上升期 他们需要人 需要土地 于是美国开始阴谋 大量向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州移民 1829年 墨西哥废除奴隶制 德克萨斯奴隶主拒不执行 1835年 墨西哥派遣军队前往 德克萨斯进行中央权威 解放奴隶 然而 德克萨斯奴隶主公然背叛国家 再加上美国移民的支持 德克萨斯州发动叛国暴乱 建立了孤星共和国 墨西哥当然想要收复失地 但因为美国的支持 墨西哥只能放弃 而孤星共和国最后选择了投向美国 从此和墨西哥说了拜拜 随着美国的发展 两国在边界地区的矛盾不断 而美国又迫切需要大量土地 于是在1846到1848年间 爆发了北墨战争 由于墨西哥独立之后 频繁内斗 没有发展国家军备 因此在战斗中节节败退 美国不到一年就濒临墨西哥城 在美国的逼迫下 墨西哥在1847年10月解散了政府 总统辞职向美国投降 随后墨西哥正式割让 葛兰德和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领土 包括了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 内华达州 犹他州 亚利桑那州 四州以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 而美国为了彰显自己的公正形象 还侮辱性地补偿墨西哥1500万美元 算是做购买土地 当然这不是最后 1853年美国加州南部修铁路 因为穿过洛基山脉难度太大 需要找一块平坦地形连接洛杉矶和爱尔帕索 所以美国需要亚利桑那南部这一块地 于是美国拥用1000万美元 从墨西哥购买了亚利桑那州南部 希拉河流域一片土地用来修铁路 并入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至此墨西哥丧失半壁江山 总计格让230万平方公里领土 很多人问墨西哥为何不反抗 不是他们不反抗 而是他们没有能力反抗 墨西哥不是中国 他们没有那么重的国家情感 不会像我们一样 拼死也要赶走侵略者 也要收复土地 对于墨西哥人来说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算 反正输给未来世界第一强国 他们觉得不丢人 那么大家认为 墨西哥为什么不反抗呢 欢迎收看